新北市卫生局近日持续清查 车内的蛋制品加工厂 那昨日查获福桑胜液蛋加工厂 他曾经在今年7-8月份 曾经向中央续产会 购买了3批进口的蛋品 那产地分别是土耳其 巴西以及美国 那在跟台湾的国产蛋混合制成 未杀菌液蛋总共2万多公斤 并且以产地为台湾标示出货给食品业者 那这部分呢 已经涉嫌假冒 卫生局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15条第1项第7款开罚新台币6万以上 2亿元以下的罚款 那因为中央呢 为提供相关的进口科数的资料 那卫生局认为仍有一亿 将主动移请新北市调处后续征办 油画是由于 优优独播剧场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